我那天上午呢 其实进行了两组 两个梯次的一个比赛 那在中场也做了一些表演 或者是你们请到一群小朋友 是 他们做表演 其实我们因为有特别开放 就是有给小朋友来参与 是表演著 那大家看到这个黄色衣服的呢 都是我们新衣育幼院的小朋友 新衣育幼院他们经常会办一些 环岛的活动 对 没错 因为他们的院长 吴院长非常的热忱 那还有一位胡伟高中的张教练 他们都非常热心在带这些小朋友 那那天我们现场也准备 手套来送小朋友 不错呢 那在之前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协会也运用一些 我们环岛剩余的车 也捐了一些车给这个新衣育幼院 小朋友在中场帮我们做了一个 示范的表演 那那天参与这个表演赛的 还有我们前国手周中德 两位千金也都这样 全副武装下场 我说你们不要骑太快 而且中场也有这个肚皮舞的表演 让我们看一下 大开眼界 叫做这个肚皮舞队叫什么呢 这是胡伟正的 胡伟正的家家肚皮舞舞蹈社 来这个上半天完成了 下半天重头戏要正式开始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分享一下 属于金银组的赛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单车奇遇 郑国今天跟何姐呢 一起为大家来 对我们俱乐部联赛的第五战 云林胡伟高铁绕圈赛 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而且这个当然让云林 在云林县在地主办了 云林县的大家长也相当支持 是 苏智芬 苏智芬 苏智县长 还有在地的胡伟正的镇长 在这个现场 也大力的提供相关的场地 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服务 还有呢 还有这个 这次我看你们主办单位 还有个漂泊者自由车 云林漂泊者自由车协会 协会的理事长 张会长 的确要靠这么多人的热情 才能举办这么好 这么精彩的一个赛事 马上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我们的精英组的精彩的赛事 当这个精英组呢 既然这个属于精英组了 由现场来现场 主持相关的一个名枪 对不对 是 苏县长 苏县长那一天在现场 看完了以后 他很开心 然后马上说 明年明年变国际赛 明年变国际赛 其实明年是蛮适合 办这样的相关 明年一定要来 然后我就不小心很 就很诚实的说 我们要看交通管制的情形 把条件开给大家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那很重要 尤其第一次来办 我们一定要确知说 这里是可以 不过其实那天我看到何杰 你那天谨慎 很谨慎很严肃 你那天反而少了一种 那种平常很活泼的感觉 其实 对 因为其实说真的 在比赛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很大 是 你看这个等一下 这一圈是暖身 这是大家一起暖身 下午比赛的大家一起暖身 让大家先熟悉一下路线 因为下午时间也有线 那没办法 每一个梯子都有一圈暖身 我那天还记得你的台词 大家看 各个车队很漂亮的衣服 集合在一起 一起出发 你看这是多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啊 没错 的确真的 你看是这么多人 如果这么多人参与的话 交通管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暖身段 我们就前倒车 副财办车车 就是会压速度 是 所以说他们这个暖身完之后 精英组就准备要开始进行 他们精彩的一个比赛了 精英组 精英组应该跟一般组 别的圈数是不一样 精英组我们是八圈 八圈 八圈的赛事 那八四是八三十二 三十二 其实还好啦 有时候绕圈赛 其实精英组大概应该 比个六十公里以上 好 我刚刚认识那个 拿水壶喝水的人 带着大家看他成绩怎么样 八圈耶 八圈 这样下来 我看这个下来 大概四五十分钟跑不了 八圈其实他们比下来 对 没错 四十九分五十五秒 第一名 好 精英组这样子出发了 不过他们就才定点出发了 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一起名枪出发了 名枪就直接就是赛事开始 而且通常你们比赛就是有 像那个暖身动态出发 还有静态出发 一般在国际的规则上面 其实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那看我们赛事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 那通常就是为了 比如说暖身出发 可能是因为前面一段的路况 或是经过什么市区 那我们需要做这样 让选手减速 那就会用暖身 我今天那天拿着摄影机 跑来跑去 何姐唯一强调的告诉我说 郑国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啊 你看人家速度那么快 你在不断地提醒媒体要注意安全 对 没错 因为其实曾经有发生过 就是在终点充限的时候 媒体被撞到 是 是 是 所以不管是选手在竞赛 媒体也是在做一个教育训练了 对 你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安全的一个位置 那通常我们大家都要抢好镜头 所以我最喜欢看他们这样子过弯的感觉 其实你看过弯的时候 每个人你看那个角度 这样沉这样快到45度角 你看只要有一个人稍微在里头 技巧不够好的话 那他可能就影响到 整个车队的这个天气 那是整个的一个默契 整个大家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规矩 大家在进行的 我们看好精英组就是不一样了 对 那这个前面几圈 那个像那个江绍庸 朱凡兴 彭桂祥 他们都有往前抽出来 试着去抽出重围 然后看可不可以先抽出去这样 那几圈这样下来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选手那个精英组 几乎都是这样 整个大集团在过弯 整个大集团在全速前进 所以整个大集团过弯的时候 你的心又担一下 我说真的 是真的很担心 我都一直在想说 一不小心会怎么样 这我们刚刚张理事长 在这边 还有我们的田董 甲虫车的田董 田董还有他们的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 你看那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 很热 但是拍起来很漂亮 蓝天白云 拍起来很漂亮 拍的人很辛苦 骑的人很辛苦 所以是靠着大家学汉帮大家 你看那个大太阳 我们特别要取一下这场镜头 不过这个就是在准备 要进入到终点 要进拱门之前的一个 一个最后的一个直线 要过弯了 这边的确 陈佛姐刚刚讲的 慢慢慢慢集团 大家都是整个的 用集团的方式进去了 不过以他们 以像这样的表现的话 您看看他们这次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 整个的这一场的绕圈赛 其实要讲说这十年来 其实选手进步很多 其实如果说 在这样的这种比赛里面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 选手上场的话 那就很容易摔车 所以这倒是要提醒大家 但是那一天我们 整个的赛事下来 其实真的就是只有 零星的擦伤 所以整个的选手 我觉得整个表现是非常好 整个表现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以绕圈赛 跟一般的公路赛来讲 绕圈赛可能就是 技巧要好一点 对 没错 我刚刚讲的这个 速度 技巧 胆势 因为这是这种 高强度的一个比赛 其实在国外 这种绕圈赛是很基本的比赛 他们可能每个礼拜 比如说像德国 每个礼拜到处都有绕圈赛在比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可看性比较好 就以观众来讲 观众立场来讲 也有人觉得 对 没错 因为公路赛你出去 哇 我不能不可能全程跟着我 对不对 所以这样绕圈赛 我就一直可以看到他们在骑 一直看到他们 对 没错 而且我刚刚讲说 在国外 这种绕圈赛为什么那么多 其实绕圈赛就是训练一个选手 他刚刚讲技巧很重要 你要成为一个顶尖优秀的一个选手 自行车的运动选手 绕圈赛是很重要的一个起步 速度跟谁比 速度跟高铁比 跟高铁比 台湾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 对 没错 你看它高铁轰轰轰轰在上面 你看它是科技的 我们是人力的 是 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带个鼓舞的心情 这是红尘车队 红尘 红尘车队 他们的一号吴军佑 吴军佑 我在这次整个精英里面拿了第14名 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好成绩 是 来 我们这个姚玲的先生 开始姚 我们德河 特别卖力 德河也喜欢 开始 他很喜欢在那边摇这个 我听到铃声之后 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 大家真的是要做最大的一个冲施 你看已经有冲冲集团 一批一批的 一拳一拳的 而且已经完成七圈了 你看它整体的一个爆发力 大家踩踩还是那么的 频率还是那么漂亮 真的 这国内的选手 在大家这样子 经常办的这些 俱乐部联赛的过程当中 已经慢慢真的 把他们的实力都培养出来了 现场你看在这个 进狗门这个瞬间 到第一名是谁 来 我们恭喜这个 深藤美丽达 乌伯宏 把她的那个 她的冠军 她的那个 和姐 这是环发的电视都看多了 对不对 大家姿势都很漂亮 秀一下 我的赞助商的特衣 不过我们恭喜这个 深藤美丽达 老乌伯宏 不过我们在现场 当天现场呢 我们针对乌伯宏 做了一个 这个 请她发表一下 她这次的一个感想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 嗯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